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朕准了你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你就不能再等一等 卫星和公主都已过不惑之年 再等 恐怕就等成一堆白骨了 还是想打朕的脸哪 行 要打也没什么 那就等回来再打吧 你这是 潘木精也许上天了 也可能是她调虎离山之际 故意支开三位公主 我得去保护小七 嗯 我们有可能上档了 上谁的档啊 潘木精 吊虎离山 潘木精 对 哎呀 那小七不会被 潘木精 大姐二姐 你们先回宫客庭 我下去一趟 不杀了潘木精 我就不上来了 飞月应该可以保护小七的 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先回天庭 看看宫客庭的凳子是不是少了一个 然后再想想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嗯 怎么回去啊 还像上司一样 变成母后的样子 嗯 你记住 在母后面前 你还是那个胆小如鼠的老三 嗯 走吧 走吧 哎 哎呀 你快点 嘘 哎呀 你小心点 你扶着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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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扶着我 哎呀 哎呀 走 哦 我可再也走不动了 哎 头疼死了 这桓桓怎么这么重啊 这母后的脑袋是铁打呀 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大姐 你再坚持坚持吧 哎 我要能再坚持 能不坚持吗 别那么娇气 谁娇气了 下回你来办母后 凭什么老让我办啊 不跟你说了 我梳凳子 一 二 三 四 五 这 哎 哎 凳子没少啊 让你一数 当然少不了了 少了一个 没少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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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的天兵说 刚才看见娘娘和奴婢两人进来过 嗯 我这脑袋实在坚持不住了 娘娘 把门给我打开 是 娘娘 不许抬走 我呢 plugs 来 年医者 公臣levant 国离山 马上回来 娘娘驾到 娘娘娘 今天有人来过这里吗 除了娘娘来过 没有其他人 本宫什么时候来过 就是刚刚啊 刚刚 本宫来这儿 都干了什么 不知道 娘娘进去了 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还不让我们抬头看 赶快把门给我打开 是 母后 母后 你们刚才 有人出去过了 没有啊 就你最会装傻 没装 真傻 好 老三 你说 怎么 出去一趟 胆子也变大了 干嘛 我没 没出去过 你抬起头 看着我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没有出去过 好啊 连你 也敢骗母后了 没 没有骗你 你们变成母后的样子 随便进出面必逝 你们以为母后不知道吗 母后的意思是 刚才的那个母后 是别人变的 啊 不会的 我们刚才还算让她 提升母后呢 嗯 那好 母后刚才进来 都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 就是摸罗 摸罗三妹的脸 对 就是这样 掐了一下 不疼 你闻什么 刚才那个母后 身上一股香味 什么香味 什么香味 檀香 这凳子精风流成性 色胆包天 这下戒已经十几年了 他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本宫让他杀了飞跃 他没有做到 让他成全飞跃和小七 他还是没有做到 本宫怀疑他肚子里 有自己的小九九 娘娘 为何要成全飞跃和小七啊 这个 你就不要问了 他 本宫现在想派你 下去盯着他 要么 杀了飞跃 要么的话 就成全飞跃和小七 对 你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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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是再去追未卿呢 三公主非得撕了我 不跟他治那个气 我找七公主玩去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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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啊 小七 开门哪 孩子 你不能这样啊 啊 爹不再逼你出家了 你留下来陪着爹更好 小七 孩子 你不能这样啊 快开门哪 爹 爹 爹 你慢点爹 爹 你 你怎么又渴血了 爹 小七 小七 爹 小七 你没事吧 孩子 你没事 爹就没事 你要是再不吃饭哪 爹 爹可真的有事了 我吃 我吃 好好好 爹 我吃 快坐下来吃 来 来 好孩子坐下吧 爹 爹 我以后 不会再让你操心了 嗯 吃吧孩子 小七 你可别想不开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为了爹 我也不能想不开啊 好孩子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孩子 别趁那么急啊 来来来 爹喂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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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们两个都好好的 爹就没事了 我 你们两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爹也活不了了 爸 好孩子 别哭了啊 快吃饭吧 不哭不哭啊 你怎么不跑了 好 你跑 你跑 跑跑 叫你 跑 你还跑 你真跑啊你 回来 你跟我回来 跳跳 我让你跳 跳跳跳 跳啊 你跑啊 不准你跑 我看你跑 看你跑到哪里去 不让你跑 你真的跑啊 你回来 回来 跳跳跳 你就知道跳 你跑不了 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你就知道跳 你老跑 你再跑 我就把你给抓回来 就这种跑 算了 我还是放了你吧 信不在这儿了 留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用 我还是要看你 我还是要看你 你能不能给你 就知道你 这儿就是我 我老爷 能把你推动 其实初心 你不给你 我的很快 你这儿就有这个 我又要把你推荐 走吧 七老爷没发话 我这要是死错了 谁来承担呀 七老爷 七老爷 你可来了 我等于你好几天了 你等我干什么呀 等你发落我呀 江冲的三封密信 那是我写的啊 不过那也是在 您后娘的寿下写的 您觉得我怎么死 您痛快点您给我 想死 没那么便宜 你要死了谁给我捶背 谁给我洗脚啊 端洗脚水去 七老爷 您的脚有半个月没洗了吧 呸呸呸呸 我这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你那才是马蹄子呢 不不拍马屁拍马屁 你看拍着得响啊 七老爷还得响啊 走 这儿 走 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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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块儿有哈欺开了 走 走 走 大将军 舅舅 是皇上放你们出来的 这里挺舒服的 我还没住够呢 怎么就放我出来了 屈兵 你要再惹事 我就有麻烦了 我还不出去了 大将军 我自己惹的事 为什么让我舅舅扛着 屈兵 你要是不出去 我也会有麻烦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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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请 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 这可怎么办 莫居 你究竟有多大能量 飞月 我家鼻祖 莫敌以及所有莫者 都与你同在 可以和你一起 抵御来自凡间以外 所有邪恶的力量 对 那就是说返间的力量 它对付不了了 那就是说返间的力量 违青 护去兵 非欲 我去兵 我要将你们已往得尽 并且还不会翻天条 去兵 我看你啊还是别再想着打江冲的主意了 皇上护士他跟护士新孙子似的 我哪敢呢 江冲啊 你也不要试试针对魏卿 魏卿这个人朕还是相当了解的 他做事谦虚谨慎 如果说连他都有问题 那朕这满朝上下就没有好人喽 陛下说得对呀 陛下 臣指对事不对人 水之轻则无鱼 还是抓大放小吧 谁 谁 看你下的那样 一看你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 你看看人家未清 看看人家获取病 遇到什么阵势都不会下成你这样 你是何方有人 是吧 你是何方有人 好 你就叫我妖人吧 我问你 你想不想除掉胃轻 想不想除掉获取病 江大人哪 这不年不节的干嘛是这么大的礼呀 来来来 陛下 陛下 获取病 背后使斑算什么本事 咱俩谁爱在背后使斑谁心里清楚 霍大将军的鞭法出神入化 得到过魏大将军的真传 江冲已经领教过了 不过江冲久闻 霍大将军的剑法同样出神入化 不知师臣何人哪 你管得着吗 陛下 当年陛下让画坊诛杀莫家 与莫家有牵连的人一并诛杀 但据臣所知 莫家并未被诛杀殆尽 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莫家弟子 那 依你之间 依臣之间 应斩草 除根 那这根又在哪啊 陛下只需问一问 霍大将军的剑法出自何处 变质根在哪了 江冲 我就告诉你 莫家的剑法独步天下 兵法也不逊于孙吾 别说我的剑术出自莫家 就连我的兵法也同样出自莫家 江冲 你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陛下 臣还有下情 想单独向陛下禀报 韦卿 火取兵 你们先出去 放心 这里不会有事的 诺 诺 陛下 微臣也告退了 魏大将军 是这样的 咱们借一步说话 去兵 将冲 朕 看你是处心积虑要除掉朕的擎天双臂啊 陛下 陈将冲只对事不对人 朕告诉你 朕不但知道莫去兵的兵法和剑术的来路 而且朕还知道教他剑术赐他兵书之人 这么说来陛下是认识莫者飞跃了 认识 但是他已经不再是莫者了 如果他还是呢 陛下有所不知飞跃非但仍旧是莫者 而且还是莫家的巨子 飞跃一日是莫者 便终生是莫者 他已经不再是莫者了 陛下 百族之宠死而不将 莫家自莫敌时 治我朝已有三百余年 流毒极深 而莫家的弟子在进入莫家之时 都发过誓 一日为莫者终身为莫者 他们岂能轻易放弃 据臣所知 飞跃至少有两个土地 一个是人称歪脖子大侠的 在豫章一带散播莫血 教人奸爱非公 意图光复莫血 而另一个就是大将军霍取并 取并算不得他的徒弟 可是陛下 霍取并自认为是飞跃的弟子 而且他还四处向人夸耀自己 他说此生罪敬仰的人有三个 第一个自然是陛下你 第二个是大将军魏卿 他的舅舅 而另一个就是莫者飞跃他的师父 朕待了他十几年 居然和一个他只见过一两面的人 平起平坐 或许并对陛下的忠心 对大汉朝的忠心 臣深信不疑 但若他日 莫家要东山再起来 飞跃朕必一呼 那时候 或许并在朝中做个内应了 敢问陛下 谁挡得住他 陛下 各诸后果 即便意图谋反 那只是小小的一遇之患 除之即可 而莫家若东山再起 那对我大汉朝将伤及葬府啊 启兵 此处豫章不远了吧 从右边这条路走 取道豫章不足三百里 好 转到豫章 陛下 您是不是又想着封贵妃的事情了 陛下 我看您别动那个心思了 没用 当年她是仙女 现在她可是个凡人 那也没用 驾 陛下 陛下此行 本来是为了试探各诸侯国的虚实 但 怎么突然转到豫章啊 行渔 行渔 在豫章境内 转到豫章 可能是重飞月来的 我们到行渔之后 陛下若命我们杀飞月 如果我们不动手 那就是抗制不尊呢 好一个一石三鸟之计 这个姜冲太阴险了 去 局官 这么晚了 一定要住店吧 竟이赶路 把马先牵去卫了吧 這麼晚了還要趕路啊 要去哪兒啊 別問那麼多 我長大一定要殺了你 為我爹報仇 你想報仇我等你 可你必須長大 不會吧 起雕铃 木槿劲 墨家剑 皇儿不识 太没天分了 墨家剑法让你使成这样 可惜啊 你是谁 为何会使墨家剑法 哪能弄废话 你到底是谁 要杀便杀 哪能不能废话 人家链剑要么是弓要么是手 你链剑怎么只为好看 是可杀不可辱 你到底杀不杀 不杀是吧 好 那我自问 你回去好好练练再来找我吧 驾 总有一天 我会亲手杀了你 驾 驾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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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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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来给我师父通风报信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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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原来你跟我师父也有交情 咱会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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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海儿不孝 决意不尽 不能少认仇人 爹 孩儿发誓 从今天开始 孩儿一定勤学苦练 召唤一定要为爹报仇 有了 我去让他给师父带个信 不 大将军 你千万别露面 还是我来跟他说 朝廷已经派大军来铲除飞跃 叫他尽快离开心语 越演越好 找到小七 就找到飞跃了 心语虎 走 西廖将军 你先回去吧 我会在天亮之前 赶回行营的 大将军万事小心 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 不然的话 只怕会给江崇留下把柄 驾 好 再来 漂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以后见到一个圆圆的月亮 那就是我在想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飞月也在 飞月也在 朝廷派人来铲除草屑大侠 明日即到 让他即刻离开新月 他就在你的身边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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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又会怎么样 我真傻 你是不会为了我回来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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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